你可不可以跟我讨论一下缅甸的占据 不好意思 警察处长 我这是正准备下班了 处长 研究处里 有谁可以跟我讨论这样的问题 难道就没有一个人关线缅甸占局吗 来来来来 里边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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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坐坐 好休 现在在咱们这儿像谢副处长这样 关心缅甸占局的人真是不多了 不可理喻 点缅公路 事关抗战的前途和命 缅甸的同骨回战 现在看来 很有可能将化为一场泡影 战局一旦发生逆转 到时候想关心都来不及了 战况的通报我都看过了 并非处理的同仁没有责任感和进取心 你看啊 统帅部 远征军最高长官部 远征军参谋团还有这个中英联合总指挥部 四个衙门共断一个案子 他们互相扯皮还扯不过来呢 哪有时间听我们下叨叨啊 算了 老乡 这不战时刚刚开始吗 对了 今天晚上啊 圆华美军的招待所有一个酒会 有一个酒会 扎身个女朋友 带她一块去快乐快乐 别搞她那么紧张啊 老乡 老乡 鞠生淮南为鞠 生于淮北为准 这是重庆 我得潇洒一点 有点 好 我得潇洒一点 你们俩要先使用 那我得潇洒一点 我得潇洒一点 太高了 统帅 她在哪里 对了 无识 我得潇洒 你 我得潇洒 一大步 毫米榴弹爆 318 388 一毫毫米一毫 60磅 61 82830磅爆就数不清了 数不清了 150毫米榴弹爆 348 快快 別拿瓦 也有 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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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隊長到 跟敵人喘氣的功夫 趕緊到課牌 把傷亡情況統計上是 喂是 隊長電話 大姐 敵人必定上門 但是沒有他們的殘餘進攻 但是他們的搜索隊 在偵查我方的火力配備 勞索敵人 也必戰鬥有情報 拉到最前眼前 但要打到半個技術馬上撤 因為敵人的炮火 很快就會壓過來 準備 明白 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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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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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静 男人上战场就是为了打鬼子的 叫你的兄弟别那么怂 齐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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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上好 怎么样弟兄们 没怎么样吃饭照样香 外国的小鬼子也不够如此 咱没让他们占着便宜 就是不就在七天吗咬牙就扛过去了 就是昆仑关那个时候小鬼子上面手我们攻那叫劲吧照样把它拿下来 你老提这事 你打过昆仑关 是 干那我俩鬼子 好样的 好样的 大家休息 是 坐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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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心 走 你的心 朱大 你是不是 汤 你 heroin 中队 士兵们的士气还好 新兵怎么样 新兵们要差一些 不过都要过这一关的 现在当务之急 是我们那几十辆坦克 还有重炮营应该马上到位 有一个坏消息 由于运输延误 别说坦克和中炮营 就是预先参加 铜骨会战的主力部队 也迟迟不能到位 主力集结相当困难 那铜骨会战还有可能吗 会战计划是委员长批准的 也是我们远征军唯一的战绩 长官族志在必打 志在必打就应该一鼓作气 可我们的盟军什么时候能够到位 靠我们自己守住缅甸 不可能 少公 有我们梁百世死死地定在这儿 我相信铜骨会战的前景 是光明的 小花龙多梦 寂寞恨共同 与一道人鱼 三不周不周 交小河 si纵导 四下位 三不周不周 十一 dont 大吉要紧 书上谁 在大吉要紧 加手一把 祇与书 四下 谢副书长 谢副书长 怎么一个人跑出来了 来 走走吧 空虚啊 堕落 慢点 慢点 没事 我没事 袁岔宏 我是怀揣着撬动地球的梦想 才来到重庆 叶副书长很有诗意啊 诗意 只有成功者才被谈诗意 我没这个权利 我也没这个心情 你对自己要求太高了 袁岔宏 你错了 我对自己的要求真的不高 我就是苦闹 我真的很苦闹 我觉得我跟这个城市 真的是格格不入 谢副书长 卑职建议 你不要老在作战事里边待着 应该出去走走 你说我能去哪儿 你说除了作战事我能到什么地方去 你别去哪儿 你一直在去哪儿 我真是后悔计了 我真是鬼迷心窍了 我怎么就跑到重庆来 我真是未恋再见我的那些弟兄 谢副署长 要不要我给您介绍个女朋友啊 不用 我有女朋友 等等 你有女朋友了 我说错了 应该说 我心里边有自己爱慕的女人 二姐 很爱很爱 那卑职能不能知道是谁啊 你说啊 你这个组织者怎么当的 这铜骨都开战了 你们可得好才到 哎呀 我这同行啊 你以为我们不着急吗 没办法 各家报仁的情况不一样 头起脚不起 光入眠的手续就办了一个星期 哎 怎么 你一直在这儿待着 我不待在这儿我怎么办 没有军方发的采访证明 铜骨 眉苗 曼德勒 我哪儿都去不了 急死我了 我说啊 这儿怎么这么乱啊 啊 部队怎么全都不过在这儿 一言难尽 缅甸铁路差 部队输送的慢 刚才还打一仗呢 我们几个军官跟英国人 差点动了枪 啊 少爷啊 赶紧帮我招呼我记者团 那帮兄弟姐妹 让大家做好准备 明天一早 我们就去美苗 哎 真的要跟长官部一起行动吗 是啊 哎 为什么 我们可以直接去铜骨啊 哎呀 我们可以偏开他们 直接去铜骨 我告诉你 我跟你说实话吧 铜骨那个地方谁都进不去 你告诉我 到底那边怎么了 据说那里打得很残酷 长官部已经下令 不准任何非精致人员进入通路 爸爸 我特别想你 奶奶说你们是中国远征军 出国去打小日本了 奶奶还叫他们小鬼子 知道为什么 爸爸 见过小鬼子吗 你长的什么呀 是不是他们特别坏 等你把他们打跑了 回来时一定得告诉我 你干嘛呢 我在给爸爸写信 想妈妈了 嗯 奶奶 喂 我这东西也要出国了 哎呦 是吗 好啊 奶奶 老了 眼睛花了 看不清了 请你念给我听听 好不好 爸爸晚安 昨日 我和奶奶去看妈妈了 天很蓝 周围的花开了 奶奶说 那是妈妈头上的花环 爸爸 你在那边生活还好吗 每天都吃些什么 奶奶每天都会给我做耳思 吃的我总是打嗝 那 小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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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梁子 我都会给你 还有我又学会了几首鲜石 奶奶很高兴 小叔还要奖励我 真希望是把小木枪 爸爸 什么时候回家呀 奶奶说 到时候你会变成大英雄 真期待 你会变成大英雄 你会变成大英雄 你一辈子的像都敬完了 敬到了 从心 你可以全心全意的去为我家家 你会变成大英雄 你会变成大英雄 好 好 写得好 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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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新拓局运出处的林总经理来了 想要见你一直在小伙厅 但是她没有预约 去照顾她一下 说我马上就过来 好 好 老冯吗 何语书 中信局运输处的那些资料你准备好了吗 马上给我送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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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局长我们就开门见山吧 好啊 我刚从印度的阿萨姆帮飞回来 他们跟我说 运输统治局的督察处 在昆明机场扣押了我们五吨圆滑物资 何局长还不知道这事吧 我当然知道这件事情 这就是我们运输统治局的最后决定 林总可以看一下 我就不看了 何局长 你可是答应过我的 我们中信局运输处的业务 在您这儿会得到帮助 得到照顾的呀 您放心 我一定会信守这个诺言的 好 那这个决定 是不是把元侯物资还给我们呢 我宁愿相信 底下的人这些做事 林总您是不清楚的 此话何意啊 您的这批元侯物资 我们已经转交给拍卖行了 你想拍卖 是 那拍卖所得算谁的呢 按照战时的物资管理条例 上角过空 你 你会有什么 林总别着急嘛 这五吨所谓您的元侯物资到底是什么 您心中非常清楚 象牙 玉石 还有奢侈品 电面公路已经饱和 所以我们开辟了中营航线 这辆航线是什么航线 是一条军需航线 是一条抗战的航线 蒋伟远章说过 在这条航线上跟军需唯一无关的 就是驾驶舱里面的电影明星照片 这辆航线的重要性和特殊性 你不会不清楚吧 何局长 想给我上课吗 不敢 林总的运输处 到底在做一些什么买卖 这些象牙 玉石啊等等奢侈品 到底花了多少钱 是走私还是正常报关 我不想知道 毫无兴趣 我要保证的就是 在这条航线上运输的所有的物品 是为了抗战 是为了拯救这个国家的 换句话说 在这条航线上所有飞机的机舱里 必须是干净的 好 既然何局长不给面子 林某只好告辞了 不送啊 何局长 我有句话要给您留下 这五吨物资里面 没有我林云梁一件东西 究竟是谁的 想必你心里有数 可这重庆能用得起这些东西的人 也没几个 可以这么说 这些东西 你拍不了 拍不拍得了您说的不算 走着瞧 走 千尘啊 你带给咱们酒莲闯过来一关啊 我知道 咱们酒莲 要像以前那么能打 那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但是今天这仗 弟兄们跟官二爷扶了体势 士气全找回来了 我大秦打心眼里扶你 你看 但是我也给你听连点要求 第一 你在俺们九连你多待一段时间 第二 你别着急去死 再碰见冲锋啥的 我挡在你前边 就算为了弟兄们 我就这么说 就连我不会走的 太好了 至于死不死 那我说了也不算 那行 我再提弟兄们谢谢你 谢我干什么呀 这帮兄弟好样的 不帅 是 小童乌尔 同工会战今一赛 你只见人一遵 二叔是否安好 夜凉如水 管断无数 你总心了 日经碎蝶经挫败 但口是强大 无事不见 反观我军 则孤决奋战 不见不见 时时无以为己 官兵虽有流域 但战已尚从 须一股衰竭之气 再战而活生 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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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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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地位将军 如果我们可以 不管上下其关系 如果我们可以是 真诚相待的朋友 那么现在 我们必须把有很多问题 搞清楚 上帝 杜将军 在跟日本人会战以前 我们之间要先爆发一场战争吗 如果这能帮助我们 打赢跟日本人的会战 我想这不是不可以 那好啊 用中国武术的话说 你出招吧 我没有心思跟你开玩笑 实地位将军 当然我也是认真的 我很认真 那么你告诉我 英国人 到底想干什么 你什么意思杜将军 英国人 是想跟我们一起打下去 还是想把缅甸 让给日本人 英帝安人有句谚语 两条互相猜疑的猎狗 是无法齐心协力和忠雄拼命的 这话你说了无数遍了 嗯 就是因为被说过无数遍 他才成了谚语 请你直接回答我的问题 实地位将军 OK 就在今天下午 亚历山大勋爵 还以他自己的名誉向我保证 英国军队会和中国军队一起 抵抗日本人向缅北的所有进攻 我相信亚历山大将军 我真诚地希望你也相信 那么我需要他们做出样子来让我相信 你指什么 他们必须立即结束 铁路的混乱状态 调动一切可用的运力 在三天之内 把参加同谷会战的我军主力 输送到指定位置 已经三天了 二百师阻击伤亡很大 如果超过七天 我不知道 还能不能坚持 好吧 我会督促英国人 照你的要求去做 但是我也希望中国的将领们 能够听从指挥 我发现 有些部队既不听我的 也不听你的 好像他们也不听参谋团的 天知道他们在听谁的 拖延和混乱 这笔账 不能全记在英国人头上 现在是在主要 Step 有些部队里的 它怎么会特别的 所以我们也不听 刚刚刚就再诧续 我们渐渐可 和ana都无论 哦 哎 摔尼啊 你先洗洗休息一会儿 回头我叫你一起吃晚饭 好 文正啊 你可真行啊 还有闲心气吃晚饭 咱们赶快吧 打听打到铜骨那边 战况怎么样 伤亡大不大 看完一期 真正的铜骨会战 还没有开始 现在那边进行的 只是紫棘战 这些我都知道 但咱们得掌握 更多的消息 对不对 赶快吧 我会进去 好 谢谢 很抱歉两位 杜长官和史迪威将军正在开会 不能接受你们的采访 我是中央通讯社的陶温钊 是的 我知道 而且我们早就约好了的 上午跟接待处已经通过电话了 请坐吧 本来史迪威将军已经答应接受你们采访 而且杜长官也答应挤出一点时间 但是临时有些变化 所以采访只能取消 非常抱歉 能问一下有什么变化吗 无可奉告 没关系 我们可以等长官们开完会再进行采访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 是不是童谷战场出了什么问题 少爷啊 你先别着急 不好意思 因为他哥哥正在童谷战场上 你哥哥叫什么名字 韩少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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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那个上校 你放心吧 我在童谷前线见过他 他很好 好了 两位 请你们离开吧 长官们的会议很重要 谁也不知道他们要开到什么时候 好吧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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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啊 你很聪明 文笔也不错 其实靠长官部 给我们提供的文字材料 也能写出非常漂亮的战地报道 这个报道是用脑子写出来 不是用脚 我不赞成你的说法 好文章都是用脚写出来的 可是我们这儿不是 我想你们新华日报 也不能免俗吧 是不是战况 有什么重大的变化 不知道 你知道吗 远征军刚入写的时候 我特别的嫉妒 我想啊 这下可好了 中美英盟军共同联合作战 肯定能打败日本人 确保给免俐 可我现在一点都不嫉妒了 相反 倒为他们担忧起来 你是为你哥哥代由吧 不仅仅是我哥哥 还有铜骨所有的军运 那么不仅仅是我哥哥呢 第二次不等于美国人 他在说 ef你本身是在说 你也没有分枪 因为他被虚拓还 拿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孳盛 你看看你看看你们这样 都打起精神来 先守核实体 副站长这么下记可真挖不住 听说药品已经没有了 直接送入进来 熬过这段 等主力部队来了 跟主力部队来了 到时候你们想打都没你们的份 干活 MENG MENG